家人们原来舔狗舔到最后真的是一无所有 机智的恋爱真是舔狗男孩们的悲伤史 男舞汪丽诗和女四珊珊在节目中 从头到尾都是稳定的双向奔赴 不仅女四珊珊当面表示男舞 脸上很伟 我喜欢 背后也表示 其实我对她有好感哦 我确定 所以男舞对珊珊也是十分坚定 和女二独处拍照全程都是礼貌手 被女三直求照顾也是全程保持距离 女四不喜欢她过分主动安慰 她便默默付出听从她的慢热 但男六乌兰登场后就变了 明明是女四选择和她约会 但她却一心关注新来的男六乌兰 还和女生们感叹 汪丽是何事 乌兰是心动 而毫不知情的汪丽诗 在公开留言环节上 不仅没再收到女四的留言 还要听见女四热情邀请男六带她去玩摩托艇 而自己却还在为女四默默包了一整盘屑 而男四无总为了女三张节 各种对天对地 终于手的云开 得到了女方提出的双人约会机会 结果她对张节的各种喷防晒拿与伞 得到的却是各种挂脸 找他们太热了 而这次张节选择男四去约会的原因却是 我其实蛮心疼她的 但是感觉我是换不回来的 此处心疼付出真心的人们一秒 所以你觉得爱情中到底什么最重要呢 而我们有缘再见吧